83岁的被告傅成健 马来西亚一位巴巡斯老伯,一年多内涉及在公共场所及巴士上非礼似女郎,摸胸摸腿摸失处,被控四项非礼罪。 83岁的傅成健被控四项动粗意图非礼罪,他是在前年8月14日中午12时罢首次犯案,对一名华裔女郎动粗,还摸对方的胸部,隔年3月13日早上9时左右,被告在搭乘巴士时,对一马来西亚女郎动粗,摸对方又凶,时隔半年,去年7月18日下午一时许,被告又犯事,用手抓一女郎的失处, 最后一项控撞指被告在两个月后的12月14日傍晚6时19分,在乘巴士时,一对一马族女郎起色心,将手放在对方的右大腿上后,再移动到女郎的左大腿上,一旦罪成,被告每项罪状,可被判坐牢长达两年,或把款或憋刑,或两者兼施。 案件今早,2018年7月18日开庭审理,被告被押送至心理卫生学院,案言至8月1日宣告,被告今早在一名中年亲友的陪同下来到法庭,他的代表律师和控方进入内堂商谈,被告则在庭外通过玻璃窗网里面看。 据观察,被告戴着一副厚重的老花眼镜,看起来老太隆中,步履蹒跚,还徐男亲友在一旁搀扶着,从这一世界看出,色狼老了,但色心还在,都半只脚迈进棺材里了,还为老不尊,是该罢啊。 有网友表示,已经八十多岁了,犯罪事实可信度不高,就算犯了点小错误,也不,该坐牢吧,毕竟年纪那么大了,当然还有另一种反对声说,法不则重,法不则少,法不则老的观念,因病气,不然要发干嘛?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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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